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强调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全市县处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专题研讨班开班 温战宾做开班动员 及专题辅导报告 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召开 强调持续深化作风建设 把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成效 是新时代文明宣讲志愿服务亲戚队和各区县分队 深入城乡基层 开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活动 二十多个潮汕美食品牌进驻镇帮路美食街 店面装修施工加紧进行 力争明年元旦市营业 城海区南澳县快速反应 有序开展核酸检测 及时配送生活物资 妥善应对突发疫情 各位观众晚上好 今天是2022年11月18号星期五 农历10月25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书摘编 传达学习中央省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 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 市委书记温湛斌主持会议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市长曾丰保等出席会议 会议强调 要切实抓好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这个首要政治任务 强化组织领导 精心组织安排 加大指导督促检查力度 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走身走实 要把学习新修改的党章 与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结合起来 深刻领会党章内涵 认真践行党章要求 在学习贯彻中 锻造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 坚守执政卫民的初心使命 强化追赶超越的实干担当 拥抱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自觉传承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全面挖掘保护和利用好 汕头红色资源 加强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的 研究宣传阐释 讲好汕头红色故事 凝聚起团结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 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 抓时抓戏 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要稳妥有序落实20条优化措施 抓好政策解读 培训指导和风险应对三个关键 不断提高防控工作的有效性 要严格落实常态化防控措施 加强网格化服务管理 继续做好设议重点地区来反善人员 落地排查管控 提高基层一线哨点监测敏感性 提升医疗机构核酸检测能力 强化防控力量资源支撑保障 确实助劳疫情防控的坚强防线 要坚决服务全省防疫大局 劳固树立一盘棋思想 全力支持配合全省疫情防控工作 会议强调 要学好用好习近平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篇 深刻领会其重要意义 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 不断增强 做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 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 行动自觉 要抓好学习培训 宣传阐释和贯彻落实工作 把学习成果 转化为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 不断提升精神文明建设 思想道德建设水平 会议审议通过汕头市 关于加快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 若干政策措施 强调 要充分认识汕头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 重大意义 加快推进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 深度融合 为我是坚定不移 走好工业历史产业强势之路 加快构建三新两特一大产业发展格局 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今天全市县处级领导干部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专题研讨班开班式 在市委会议中心举行 市委书记温战斌做开班动员 即专题辅导报告 市委副书记市长曾峰宝主持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向天宝 市政协主席邱一辉 市委副书记秘书长赖小卫出席会议 温战斌指出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首要政治任务 要把全市上下的思想 进一步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 把力量凝聚到党的二十大 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 坚定奋进新征程 夺取新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守正创新 苦干实干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做出汕头贡献 门战斌强调 要牢牢把握党的二十大主题 深入领悟蕴含其中的 深刻内涵和时代要求 深刻认识 新时代新征程 举什么旗 走什么路 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朝着什么样的目标 继续前进等重大问题 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事业的总纲 谋划推进汕头工作 要牢牢把握过去五年的工作 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从伟大变革中汲取感恩奋进的力量 束牢勇毅前行的信心决心 更加紧密的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更加坚定紧跟踪书记 奋进新征程的思想自决 政治自决 行动自决 要牢牢把握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 坚持人民至上 坚持自信自立 坚持守正创新 坚持问题导向 坚持系统观念 坚持胸怀天下 更加自觉地用党的创新理论 统领和指引汕头各项工作 要牢牢把握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 理解为什么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 怎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积极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汕头实践 要牢牢把握 以伟大自我革命 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要求 充分认识这一重要要求的历史意义 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 以全面从严治党 为各项事业保驾护航 要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 以坚定的历史自信 深厚的历史主动和强烈的历史担当 凝聚推动汕头各项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 以更加顽强的奋斗 开创汕头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 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温战斌强调 要坚持以上率下以身作则 先学一步学身一层 原原本本学对标对表学 联系实际学 推动全市上下 持续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 用实际行动 以具体业绩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 在汕头落地生根 接出硕果 开班是 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制各区县 市委市人大常委会 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 市法院市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 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 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秘书长 市委市人大常委会 市政府市政协副秘书长 市委各部委市职各单位 市各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 各区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 参加会议 今天下午 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曾丰堡 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常务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作风建设 特别是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坚持不懈纠正四封的重要论述精神 传达学习 10月25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强调 全市政府系统 要持之以恒 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切而不舍 纠置四封 为我是在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中 迎头赶上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会议要求 一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政治定力 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将其作为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 持而不惜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让中央八项规定成风化俗 建成习惯 二是要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 持续深化作风建设 把言的基调长期坚持下去 各地各部门 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等 关键少数 要以上率下言于律己 带头改作风转作风 扑下身子干实事 谋实招求实效 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始终同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心联心 三是要以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精气神 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成效 牵头部门要主动担当 主动协调 各级各部门之间要相互配合 主动对接 坚决杜绝推尾扯皮 要持续跟踪跟进 逐条逐项抓好工作落实 确保各项工作得到贯彻执行 并取得成效 昨天上午 市长曾风宝带对付精品区 龙湖区调研督导 疫情防控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和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强调 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置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 从严从井 落细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抓实抓细抓好文明创建工作 持续提升城市环境品质 让城市更美好 让群众更幸福 曾风宝疫情 首先来到精品区共和市场 现场检查疫情防控及周边环境卫生情况 强调 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加大管理力度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要按照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标准 加强市场及周边环境卫生整治 不断提升城区市容市貌 提高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水平 曾风宝还实地查看了 大华街道福长社区生活垃圾务实投放站 要求当地有关方面 要继续结合文明创建工作 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广泛宣传动员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 教育引导群众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不断提升居民知晓率参与度 让垃圾分类新风尚深入人心 蔚然成风 在东方红幼儿园 曾风宝要求幼儿园 要继续坐实坐系 常态化疫情防控及相关应急处置措施 加强校园疫情防控教育培训 落实好核酸检测等工作 进一步把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随后 曾风宝疫情前往龙湖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现场检查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他强调 当前 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 从严压时疫情防控主体责任 尤其要做好农贸市场 商店 高速公路出入口 货运战场 城中村等重点场所重点环节防控 发挥好发热门诊 药店等少点监测作用 从严从系 手牢疫情防控安全防线 曾风宝还详细了解中心建设 设备配置 功能发挥和文明活动开展情况 实地查看老年大学 电话教室等处 对这里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 提高广大群众的文明认同感 参与感和获得感 助推文明创建体制升级 给予充分肯定 希望中心充分发挥好文明实践阵地作用 传播党的创新理论 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不断创新实践形式 优化实践服务 丰富实践内涵 极心协力推动我市文明创建再上新台阶 在京霞街道金谷社区 曾风宝实地查看垃圾分类科普驿站 智能垃圾分类操作全攻略宣传栏等处 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 要继续积极探索符合地方实际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可持续发展路子 不断提升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水平 更好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广泛深入做好百姓宣讲工作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从今天起 市委宣传部是文明办 组织是新时代文明宣讲志愿服务亲戚队和各区县分队 深入城乡基层开展宣讲活动 今天上午 首场宣讲活动在城海区莲华镇西浦村举行 宣讲员 翁伟佳 洪生彪等 仅控二十大主题 并结合当地实际 就推进乡村振兴重要部署 做深入浅出的讲解 引领乡村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我们这个农民在发展农业生产过程中 也更需要这些知识 来更好的那个落实二十大精神 来更好的推进乡村产业振兴 提升农民的这个幸福感 跟获得感 作为革命老区村 连年来西浦村坚持党建引领 建设正通人和产业兴旺的美丽乡村 接下来西浦村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 推进红色乡村高质量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 持续做好西浦村无名创建工作 助力乡村振兴 全力以赴推进西浦革命老区村高质量发展 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 有机融入潮汕美食文化 打造镇帮路美食街 广大餐饮企业积极响应 近日已有二十多个潮汕美食品牌进驻 各店面装修施工陆续启动 力争明年元旦试营业 今天下午记者在镇帮路美食街看到 路面改造和建筑外立面装修已完成 多家餐饮门店正加紧内部装修和除位设备安装 经过精心挑选 进驻美食街的均为本土地道潮菜美食品牌 其中有十多家拥有老字号品牌 以及餐饮食品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 涵盖卤鹅 牛肉丸 蚝酪 猪血汤 潮汕打冷 潮汕甜品等地道潮汕美食 开店至今已近80年的老字号品牌爱西干面也进驻美食街 爱西干面配以特制的卤汁 芝麻 沙茶酱 猪油和葱花等 是人们喜爱的潮汕著名小吃 门店还将向市民游客展示市级飞移项目 汕头爱西干面制作技艺 虾丸是豪江区的著名特产 豪江李老二食品有限公司的虾丸制作技艺 也是市级飞移项目 对研究豪江的人们历史 民间习俗 潮汕美食文化的传承 有重要价值 企业也将美食文化融入美食街的门店装修中 我们在这个店呢 其实我们除了说有让游客能够品尝到这一个达豪的美味 这些海味 这些美味之外呢 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都会去传播一种就是潮汕美食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 然后让他们知道说原来一个小小的丸子 它代表的是潮汕人的这种勤劳刻苦 还有就是能够请紧持家的这样的一种精神 跟这样的一种品质 就能够把我们潮汕的这个美食真正的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 在长约120米的正邦路美食街 进驻的美食品牌都根据市有关职能部门和市餐饮协会的指引 聘请专业团队结合骑楼的建筑风格 对门店外观形象和就餐环境进行精心设计 力争打造整体风格协调 品牌亮点突出的美食打卡点 以后那些游客过来的话就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去述嘛 然后也更容易了解一下上头的一些文化嘛 体现潮汕文化吧 一些比较出名潮汕的一些食品这样子 11月17号晚 城海区疾控中心接报一名省外来城人员杨某某核酸检测结果异常 城海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 开展各项疫情防控处置工作 并在广义街道龙田社区部分区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17号晚 南澳县也报告一名省外来岛人员核酸检测结果异常 目前 以闭环转运制专用隔离场所接受隔离治疗 为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17号晚 在云澳镇范围内开展核酸检测 检测结果均为应性 而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 今天临时起 云澳镇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城海区抢抓白金六小时关键期 高效有序开展流调重点人员排查管控 场所封控 核酸检测 环境消杀等各项处置工作 第一时间组建11支流调小分队到现场采集样本并核对确认 连夜召集出动了流调队员大概30人开展流调工作 广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抽调一批采样人员 在临城迅速落实群众的应见境界 为提高核酸检测效率 城海区人民医院检测实验室 连夜安排核酸样本上机检测 确保按时出具检测结果 在广义街道 龙田社区生活物资 以送达临时管控区域 为做好核酸检测工作 脑澳县云澳镇各村社区和相关部门快速响应 在云澳中心小学 云澳电影院 宋景景区停车场 云澳镇卫生院等处 设置六处核酸检测采样点 组织全镇群众分批分点开展核酸检测 记者在各核酸采样点看到 群众积极配合 有序扫码登记 做好全城防护 依次进行核酸采样 医务人员 党员干部 各村工作人员 志愿者等协同配合 通过正企热线协作 畅通群众诉求反应渠道 当好疫情防控总克服 全力配合 打好打赢 疫情防控硬仗 在朝南区1030疫情防控期间 12345政务服务热线来电量从平时日均约3000次 激增到最高峰一天两万多次 部分化物时段出现来电拥堵 影响热线服务效能 市政府办公室迅速联系电信扇头分公司 广东电信一万号运营中心 扇头区域中心 和梅州区域中心114平台 广东广电网络扇头分公司 市越海水务有限公司等单位 协调抽调60多名客服工作人员 紧急进驻12345热线 增强化物保障能力 在同事们的帮助下 我们也能够迅速地掌握了相关的一些知识 参与为全市人民来进行服务的工作的 我们也是非常自豪的 汕头电信派出了新级客户经理和一万号客服代表 共35个人参加了这次化物接听工作 为这次的疫情防空工作做出汕头电信等的贡献 接到任务后呢 我们公司领导高度重视 迅速从公司各窗口服务挑选骨干人员加入看不到的一线 投入到便民服务热线的接线工作 12345正午服务热线 海增设疫情防控化物服务专线队列 增开化物座席20多个 24小时不间断集中接宿和协调解决 企业群众反映的健康码物资保障 医疗卫生交通出行 生产经营等设议事项 据统计 12345正午服务热线 共接速和协调处理涉及潮南区1030疫情防控事项9552宗 帮助群众解决一大批疾难筹判问题 较好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通过这段时间的实践 充分发挥正体协助机制的作用 取得了良好的数位影响 下来我们将对标市政府热线运营中的服务标准 为持续改善营商环境 向市民提供更优质的供水服务 贡献越海力量 为助劳外防输入严密防线 我是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 按照属地包干 自愿免费 急踩急走急追 不限制流动的原则 在全市各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口 设立服务点 为省外来返善货车司机提供免费核酸检测 并开展为期一个月的 入返善货车司机疫情防控工作专项督查 根据有关通告 所有省外入返善货车司程人员 在入返善前 需提前24小时 向目的地作业场所主动报备 抵善后 迅速落实核酸检测落地检和单人单管 并由作业场所向属地村社区三人小组报告 所有省外入返善货车司程人员 在善期间 如出现发热 咳嗽 流涕等不适症状 应做好个人防护 第一时间向三人小组报告 并按相关规范指引处置 近日 在泰山路高速口服务点 记者看到 货车司机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 有序进行核酸检测 属地街道也在货车经过沿路设置指引牌 分为三个班 然后一个班八个小时 他们都挺积极的 他们就落地到这边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也有指引吗 然后他们过来这边 我们就会引导他 先扫月康码 然后再扫我们的登记表 然后最后就扫核酸码 到那边做核酸 其实都挺配合的 很方便的 我们一去到当地就马上先做个核酸 为了制止跟别人的安全 在津平区潮汕环县高速公路 驼连收费站旁的服务站 省外来善的货车司机 有序排队进行免费核酸检测 每天老是出门 他肯定每天坐一次好一点 我经常在这里上高速 然后直到这里有的坐 过来这里马上坐一下 在我们辖区 驼连还有岳浦 两个高速出口 是爱新的核酸检测点 主要是针对省外 以及省内 疫情发生地区的 化石司机 实施免费的 24小时免费的核酸检测服务 按照验检进检的原则 然后采用计踩 计检 计椎 这样的一个方法 来落实服务 确保我们城市的防御的第一道方向 支密支劳 市交通运输疫情防控工作专班 还协调各区县 对辖区有关企业和场所 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全覆盖 全链条全流程专项整治工作 市交通运输执法局 也在中兴城区 开展物流市场交通运输领域专项整治行动 近期已开展专项督导检查11场次 常态巡查督导72场次 235加次 促进货运物流企业落实落系 疫情防控措施 今年上午 由汕头大学书德女子书院主办的 观潮后传统潮汕文化艺术展开幕 汕头大学校长郝志峰参加活动 展览以观潮为主题 设置八大主题单元 涵盖潮商 潮袖 巧批 简直等领域 非移传承人现场演绎 弘扬潮汕传统文化 活动还为潮汕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基地受牌 舒德女子书院是国内首个 在综合性大学中设立的女子书院 我们把大学上的一个社会实践 跟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的 把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出来 我们将继续积极融合地方文化育人资源 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与实践相结合的育人平台 好 以上就是今天汕头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欢迎关注汕头新闻微信公众号 视频后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再见